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今天咱们用这三样东西 来做一个非常鲜美的丝瓜虾滑汤 第一步我们要先把大虾去头去壳去馅 虾都已经把它去好了 清干净了以后 你怎么给它剁成泥都没关系 像我一般的就是先拍几下 拍完了以后 随便给它剁一下 虾泥剁成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细 我们现在把它装到一个盆里面 虾泥剁好以后 我们来给它调个味 首先先打一个蛋清 不要黄 只要蛋清就好了 调一些底味 撒一点白胡椒粉 再撒一点盐 不要太多 因为汤里面一会儿还会有盐 有一点点底味的盐就行了 然后呢 加一丢丢的糖 提一下鲜味就OK了 好了 现在再加上一勺这个淀粉 我这个勺比较小 你可以大一点的勺 行 然后呢 就给它搅拌均匀 打上劲 搅拌上劲 好了 这个虾滑就这样给它搅打上劲 你也可以就这样 把它 像我们有时候做肉碗子也是这样 就拿起来 摔打它十几下 它这样就更有劲了 丝瓜去皮 丝瓜刮好了以后 我们就切成这样的小的滚刀块就好了 转着圈切就行了 切好了 先放在一边上 我们再切一点葱 番茄呢 做一锅水把它烫一下去个皮 好了 这个番茄给它烫了去皮以后 给它切成小的番茄丁就好了 我们取这个番茄的这个鲜味 切成小丁 随便 我们就锅中倒油 油热了以后 我们就先爆香几个蒜片 加一点葱花 爆香 加几片姜 我们把番茄倒进去 这一步呢 就是要把番茄啊 给它特别的熬浓啊 熬出番茄的汁了 就可以了啊 我们就可以把丝瓜放进去一块 再跟着一块炒 好了 现在呢 炒一会儿以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鸡汤了啊 一罐全部都倒进去 如果觉得还少呢 就可以再加一点清水 再加一点点的水啊 要不然汤不够喝的啊 好了 现在这个程度可以了 我们把它烧开 可以盖着盖子把它烧开 汤的时候呢 就先把这个虾花丸做出来 等那个汤一开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做好的这些小玩儿啊 虾滑我们就放进去了啊 两个 OK 看看 这个虾呀 很快就会熟的 非常的嫩啊 现在我们稍微给它这个汤啊 加一点味儿啊 加一个 我就加半勺盐啊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丢丢糖啊 提点鲜味儿 然后呢 这个看这个虾呢 都变了颜色了啊 就可以了 一会儿就可以整锅端上桌吃咯 尝尝鲜味儿啊 嗯 不是鲜 就可以关火了哦 然后给它点 出锅之前给它点一点香油 好 油两滴就够了啊 关火 吃的时候可以撒一些胡椒粉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出锅之前 撒一点小小绿葱花啊 然后再撒几个红色的枸杞 OK 好了 看看我们这锅 漂漂亮亮的丝瓜 番茄虾滑汤 有没有胃口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吗